大家好,这是游戏废人 这个礼拜如同之前预告的 我想成为影之强者开了约翰史密斯 虽然之前有观众跟我说 约翰史密斯才是一周年的角色 但就今天开放能力来看 一来他是长处角 二来他的能力其实没有到特别强 所以这是主打的还是绿攻击暗影 因为这次的约翰史密斯是黄坦 而我们每个台版玩家登录的时候 一定都有一只黄坦就是会长 再加上如果你像我一样 会长已经歪到再一只就完全满图的话 那其实约翰史密斯在大部分情况下 没有特别抽的必要 甚至就算你会长没有高图好了 其实约翰史密斯也是一只 我们之后等歪就好的角色 因为相比会长如果在推图上 其实会长我个人觉得会比约翰史密斯好一点 那约翰史密斯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 完全就是在武斗场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约翰史密斯的能力 首先是他的奥义 奥义可以增加全体的防御力 并赋予自身一个钢尸30秒 以及依照攻击力100%回复自身的HP 除了赋予钢尸之外 剩下两个能力都跟黄会长一模一样 而会长是增加自身攻击力 赋予钢尸其实比较好一点 钢尸的能力是当约翰史密斯持有钢尸时 受到攻击可以让攻击的敌人晕眩 并且消耗掉一个钢尸 其实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控场效果 所以相比会长约翰史密斯的奥义 是稍微略胜一点点 但真的就是略胜而已 因为毕竟钢尸就算他持续30秒 也只能够晕一个敌人一次 当然如果对上是单一敌人的话 那效果就会特别好 因为他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获得钢尸 再来我们就看特技一 自身防御力在10秒内提升30% 并且挑衅敌人以及获得一个钢尸 简单讲就是控场一个敌人 再来特技二以及他的特殊能力 正是决定他适合斗技场的原因 特技二给全体敌人百分之百伤害之外 并且使SP上升在5秒内降低65% 如果对方是蓝属性 再降低防御力20% 这个效果其实还不错 但是SP上升这一个能力 在一般打PVE的时候效益没有那么大 除非你在打Boss 要让Boss比较晚放大招 在PVP的时候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官方想要加快SP的累积速度 让玩家有办法在斗技场也可以开大 所以未来要反制敌人抢先开大 可能就会需要用到降低SP的效果 而以目前来看 约翰史密斯可以让敌人晕眩 又可以降低敌人的SP提升 对于抑制敌人的开大速度算是很有帮助 一直这能力在PVE其实算是蛮强的 但是在一般推幅上效益就还好 除非你遇上蓝敌人 那可以在降防就还蛮有效的 接着就是特殊能力 每帮敌人被施加简易的时候 就可以使随机一名敌人的SP上升 在5秒内降低65% 那这个效果每隔10秒才可以再发动一次 但至少就是让敌人的SP再度的被抑制 所以搭配他的特技二 只要靠他一支就可以在PVP 满有效的抑制敌人的SP 至少如果你有约翰史密斯 而对方又没有绿暗影的话 你可以确保敌人绝对不会比你抢先开大 而黄会长的特殊能力 则是直接让身后的所有黄色友方 攻击力提升16% 因为黄会长是坦 所以他一定是站在最前盘 等于是你组纯黄队就是全队 除了他之外 攻击力全部提升16% 在没有需要抑制SP的情况下 反而是黄会长的特殊能力还比较好用一点 再加上这次约翰史密斯的魔道具 就目前我查到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让黄色属性的队员提高出血抗性 也是属于比较针对特殊情况才有用的魔道具 因此整体来说 约翰史密斯就是一支现阶段 我不建议大家抽 因为毕竟一来是常驻 再来可以发挥的场合比较限定一点 等到进普池以后再歪 那当然因为我个人并没有觉得他 强势到那种非抽不可的程度 因此这次的普池卷 雪女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就要来把它给全部抽掉 那我们先确定一下 确定几率 看一下雪女 嗯...雪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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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有了!雪女已经在卡池里面了 所以可以来开抽 那我在这次活动加之前的110张 我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来拼拼看 反正全部抽完以后 之后如果再拿到10张也可以再补到200 就可以再来换保底 那就直接来看看这110抽 有没有办法可以歪到雪女 或伊丽莎白也好 嗯...这10抽应该没有 反正读取速度很快 那就是基本上没机会 像这个应该也没有 对 毕竟只有3%而已 哦...好像有一点点一咪咪机会 有 会长...看一下到底是谁赢 补了一个红会长 也不错啦 因为毕竟刚好也缺 那普持角赢几乎快要全有了吧 我看一下 我的角色里面 剩下... 贝塔... 伽玛... 音乐加... 伊普希隆... 希达... 两个... 打雷克希达... 其实还有蛮多支的 好...再拼拼看 还有80抽 反正在这里面只要能够多歪到都是赚啦 基本上30抽里面能够出一支就已经是运气很好的 因为毕竟才只有3%而已 哦... 玄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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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ET OUTZE YES 好抽到了 所以就说存卷是有用的 就可以先存下来了 反正等之后的新角色再来吧 玄女到手了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